2023格拉斯頓柏里音樂節金字塔主舞臺 最後一天節目的壓軸是流行音樂巨星 愛爾頓牆 52年的現場演唱生涯就將告一段落 加上這是強叔在英國告別巡演的最後一站 始終歌迷當然不會錯過 耀眼閃亮亮的衣著 誇張超大型的太陽眼鏡 這些強叔的招牌標誌 都是這場演唱會的標配 始終樂迷為了在主舞臺視野較好的前排區 近距離欣賞強叔的歌曲 晚上九點鐘的節目 凌晨兩點就有人起床去站位 而且當天艷陽高照 萬里無雲 這一站就是十九個小時 歌迷的毅力非常驚人 今年初登場的除了強叔之外 還有老牌搖滾樂團 槍與玫瑰 以及上個世紀八零年代爆紅的奶油歌手 瑞克艾斯里 今年舞台上最感人的應該是進來為土瑞市政所苦的蘇格蘭甜心 路易斯卡伯迪 在人山人海的觀眾面前引航高歌 幾首歌下來 卡伯迪沮喪的向觀眾坦承 自己的嗓子撐不下去了 歌迷們一聽接下來的所有歌曲 大家全都借力大合唱 但遺憾的是格拉斯頓伯里的演出結束後 卡波迪爾7號對外宣布 因病情的影響 在可預見的未來 他將停止訓練 一九七零年起 每年的初夏時節 在英格蘭西南部 薩莫塞特郡 沃西農場三百六十公頃 廣闊的草地 舉辦的格拉斯頓伯利音樂節 規模堪稱全球之最 無天的活動 勇如二十一萬多人 有老有少 還有小朋友 對許多英國家庭來說 格拉斯頓伯利 不只是搖滾 或流行音樂的聖地 同時還是闔家出遊 享受露營的樂趣 以及各種野外活動的絕佳地點 今年的入場門票 上漲到三百三十五英鎊 但照樣被搶翻天 去年十一月 門票一開始線上販售 一小時之內就賣光 五個月後的轉售門票 只是六分鐘就搶購一空 公視新聞王霍文編譯